來 來 好險喔 不要複光了啦 沒關係 好累喔 我那天發燒 我燒到39度在家裡 一起床 我說 欸 我有些靈感 我就坐在床上看寫 然後寫完了開場 然後就好累喔 然後躺著去睡 來了來了 來了 來喔來喔 人來了 GO GO 可以可以可以 時間GO GO 先進先進 快走 所有最緊張都是在後面standby的時候 然後健常目標 然後登登登登登登 欸沒有好緊張 可是其實走出來我在講話的時候 我就一點都不緊張 對 真的上去的時候我就會控制呼吸 然後就會 我就會做好 對 其實就是前面自己下自己而已 這整個準備過程 你覺得比較困難的地方是 那個部分 寫開場 因為開場 一字一句 都是我的偶心力寫 因為今年我覺得60年比較 對我說有一點比較難的事情是 我又必須要focus在它是60年 這是一件大事 可是身為主持人又要focus現場的人 你知道嗎 他有入圍今年的影片 我覺得想開場的切入點是最難的 60年要放多少 今年入圍要放多少 我覺得就是因為看這麼多東西跟 今年的影片這麼多素材 但是我要怎麼把它拼湊出來 我覺得這是最難的 最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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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我寫了好幾次 他起來邊寫邊哭 我都寫不出來 而且我跟你講 我那天發燒 我燒到39度在家裡 那天就是我重寫稿子的時候 我就是發燒到早上6點多 然後就起來 一起床 然後說 欸 我有些靈感 我就坐在床上開始寫 然後寫完了開場 然後就 好累喔 然後躺著繼續睡 然後繼續發燒 繼續發燒 10點半又起來 我知道要怎麼寫評審團了 行行行行 然後又 好累喔 去世 終於主持完了 欸 我以為我一主場 我會痛哭流涕欸 好累喔 我不行喔 不行喔 好累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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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訂閱 這abel 蓋 除非 找 nomination 油 از